中非论坛之际 外国学者 中国正筹划一件大事 先捉的准备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中非论坛之际 外国学者 中国正筹划一件大事 先捉的准备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 有些国家陷入内战 有些国家忙着侵略别国 有些国家抵抗北约扩张 有些陷入颜色活动 有些为大选斗破头 在破破烂烂的混乱之中 也总有些国家在缝缝补补 最近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正式开幕 有51位非洲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以及两位总统代表 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書长 还有数千名非洲各界代表参与了这次峰会 这次的主题就是 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这句话也不是说说而已 中国早就已经布局非洲多年 中国在非洲的布局 经常会被西方国家抹黑 制造非洲债务陷阱 但50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齐聚中国 事实胜于雄变 近一年 西方又搞出了一个产能过剩的概念 美国网称中国产能过剩商品价格低 破坏全球经济 其实非洲看得很清楚 莫桑比克总统纽西博士 产能过剩是西方创造的叙事方式 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无法与中国竞争 也不能与高质量的生产力同步 中国能提供高质量 足够数量 以及更优惠的产品 有什么不对呢 这话真是支出西方的废管子 中国在非洲耕耘多年 带来的发展和成就 非洲是最了解的 西方叙事那一套行不通了 在这次中非论坛中 外国学者也突然醒悟发现了一件大事 全球企业投资人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伯利 法文称 当目光放长远些 把中国做的事从点连成线 就会发现 如果中国能够向东南亚 中东等南方国家 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 提供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 那么中国就不用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 这就是一带一路 精装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中国可以输出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 也能减轻对西方市场的依赖 这不仅为了中国 也为了所有发展中国家 目前世界上所有新增人口GDP增长都在发展中国家 文章结尾还提到了一句名言 农村包围城市 与其说产能过剩 不如说第三世界市场拉动了我们的产能 做企业的都知道不能依赖大客户 要及时开发有潜在增量的市场 尽早提高新兴市场的战友率 中国的远光 长远道 自非洲独立以来就一直在援助非洲国家 其实说实话 这么多年 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要如此卖力援助非洲 有很多原因 比如政治原因和人道主义援助 中非一直有着身后友谊 中非经济互补 中国有完整工业链 非洲有丰富的矿产 中国因此获得了很多非洲大矿的开产权 中国还能通过援助项目向非洲推广铁路 电网 通讯等基础设施 更何况非洲是一个非常有潜能的巨大市场 伯利那段话其实说的很明白了 近些年 随着中国在先进科技领域步步攻关 西方的技术优势几乎已经消失殆尽 他们利用先进技术搞垄断的时代过去了 所以西方破坊了 制造产生过剩的概念 其实就是竞争不过了 而中国的发展给所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希望 他们也想自己搞建设 能够自己工业造学 从而拥有独立果格 不仅是为了中国 也是为了所有发展中国家 这就是命运共同体 这条路很艰难 但我们还是快走通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